黑龍江訪民徐淳河被槍殺事件過去半個多月 這期間譴責和揭露當局隱瞞真相的民眾 維權人士以及徐淳河案的代理律師相繼被捕 甚至被襲擊受傷 疑似是遭到了當局的報復 而激起民眾更強烈的不滿 5月19號 大陸維權人士屠夫被警方抓捕 輿論多懷疑 屠夫的被抓 與他發表黑龍江慶安槍擊案相關言論 並懸賞現場視頻有關 據瞭解 吳幹是在江西最高法院門口 聲援樂平冤案當事人時遭到抓捕的 來自維權網20號的消息說 吳幹目前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行政拘留10天 儘管南昌市公安局東湖分局的行政處罰通知書上寫著 吳幹被抓的原因是公然侮辱江西最高法院院長張忠厚 但外界普遍質疑 吳幹實際是遭到了當局的刻意報復 而公然侮辱張忠厚只是一個導火索 徒夫吳幹並不是第一個燕徐春河案遭到報復的 此前代理清安槍擊案並參與起訴央視的湖南律師謝陽 5月17號深夜在廣西南寧辦案時 被數十名不明人士毆打至重傷 謝陽又腿骨折 5月18號 100多名中國律師聯名向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要求衡陽當局調查謝陽被人襲擊的暴力事件 給律師和社會一個合理交代 謝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當時在場的律師有兩位 但很明顯暴徒攻擊的目標只有他 而且其他律師報警幾十次都沒有出警 因此不能排除當局的報復嫌疑 支持和聲援調查徐春河遭槍擊案真相的 各界人士呼籲不要因為懼怕當局的報復 而選擇沉默和退縮 因為徐春河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大家的明天